来 名字 名字在不在 说话 听到了吗 听到了 说 大头鹰哥哥 我们也是97年的小兄弟 我关注你很久了 然后就是想问一下 因为我是在国内 也是在广东这种比较发达的珠山脚地区 但是我就是能遇到那种同事之间 也是很歪屁股的人 但是你身为这个同事的话 你就看着他这种行为 你就不知道怎么如何去 就怎么讲 就是说不知道如何去 你想在不撕破脸皮的情况下影响他吗 感谢大头鹰 对 你是这么讲的吗 在不撕破脸皮的情况影响他 是 拉他看我直播 你要想撕破脸 他不会看的 为什么呢 他就是他一天到晚 没事的时候 他就会去翻外网 然后去看那什么推特 那些奇怪怪的东西 然后他不信国内的这些东西 他就觉得 国内的东西多么好 多么好 他就是你站起来 你给他看一段我的录屏 这是我说他话的录屏 普遍有这种想法的人 大概上的特征 月薪 两三千块钱 能耐 没有啥 永远在怨天忧人 永远觉得这个社会对他不公平 实际上自己一点能都没有 自己把时间 所有的时间全都花在这个 去外屁股上面去了 去去看人家国外好啊 怎么着 去跟人家抬杠辩论这些道理了 然后实际上这些人 现实啥能的没有 喝点啤酒 两眼之后 痛红天天连麦跟人杠 你的朋友指定是这种 指定是这种 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们单位是 我们是在单位上班 然后他也是个合同制的员工 工资也不低 而且他爸妈 他爸还是做生意的 他妈还是一个 就是我们区里面 也是类似于公务员这样子 但是我就想不想说 一个小孩子能有这样子的这种想法 而且是个零零后 那你劝他干啥 那么牛逼你让他走呗 看到美国刷不刷碗就完了呗 吹啥呀 我说你这么牛逼你怎么不认过去 你怎么不出国 他说我自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一讲到他的痛楚 他就会说 这个我跟你的思想不一样 政治观点不同 汤姆哥干啥带款钱了刚才 汤姆哥别整大火箭了 抽手手手的 汤姆哥别整了 好日子都一天过来 没开故事会呢 别整了 别整了 他们可见了 哥们就是这种情况 你就不用跟他讲 你也不用跟他杠 你就问他 你到国外怎么活 就完事了呗 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你但凡做不到 说我在家躺着 我不缺钱花 你做不到 你就考虑你咋活就完事了 一旦考虑你要怎么活 所有人统一水平线 跟你在家没有啥关系 跟你爹妈干啥没有关系 你只要不是上来就投钱做买卖 只要你出去找班上 不管你家啥条件 你不用说你国内干啥的 来了以后统一刷完起步 这个其实你的优势就没了 有人呢 你明白 很多人引以为傲的东西 我是家里面有点条件也好 怎么着也罢 我有点什么资本也罢 这些东西拿到国外 一旦你要考虑生计的时候 毛用没有 啥你也不用说 今天这房子你是花三千块租的 还是说你是花一百万买的 没有区别 区别在于你上班能挣多钱 你反正你不还得挣钱吗 那你要上班的话 你跟走过来大哥和和飞锅拉锅 甚至你是办投资移民 其实没有区别 同样起跑线 对吧 我就一身的利息 你平时你养尊处优的 你能你能卖利息 你能卖得过我吗 你卖不得过我 卖不过我的话 你你怎么跟我比啊 你论拼 你论卷 你卷得过我吗 感谢大头标啊 这咋的今天过年了 光光整差不多了兄弟们啊 够吃够喝的别整了 啊 一起下车 咋的 RAY 乖